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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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獸 我是Pubcan OK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X-Plus於5月發售的Monster S限定版 OK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一次Monster S是X-Plus首次發售 首次發售非常的重要 因為首次的出版 在日後都會有很大的漲幅空間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搭上這波手購槽 大叔跟大家一樣 我們的夢想都很多 但我們的口袋卻很空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這一次的機會 接下來大叔來為各位小科普一波 Monster S首次登場於2004年 哥吉拉最後戰役 但是這部最後戰役給大叔的感覺 是非常的 因為我覺得哥吉拉使用過肩摔以及拳擊 還有Monster S使用迴旋梯 讓大叔有非常不能接受的感覺 因為他失去了哥吉拉系列電影原有的霸氣 例如強大的 所以我非常嚴重的覺得這次的編劇一定是來自隔壁棚的奧特曼 而且最後最誇張的是哥吉拉的那一季迴旋是 將凱撒基多拉噴到宇宙的表漾 徹底讓大叔覺得這部電影已經變成了卓與人者 不過沒關係 鐵粉一定會買單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犧牲了 早餐錢 午餐錢 把妹錢 娛樂錢 還有結婚錢 好大的坑喔 Shit OK 我們開始進入實體觀賞的部分 此次Monster S身高為29公分 寬度為17公分 頭部是此次最大的亮點 因為眼睛讓人有一種可以發光的錯覺 相較其他的版本Monster S、XPLUS在左右兩個頭的內側做足了功夫 顏色的漸層與紋路都有細心的刻畫出來 但是大叔最討厭的就是他的尾部 因為給我一種小狗夾尾巴的感覺 與上次西薩王的情況一樣 少了尾巴的支撐 所以有站立不穩的問題 但畢竟是首發限量版 官方誠意十足的附了一個支架 減去了我們的困擾 中文字幕後面 中國奇音樂 專門誠意 內容 中文字幕後面 中文字幕後面 並且有壞 。 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 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掰